屋主杨新男子的儿女一早来到灵堂祭拜 全程不发抑郁默默上香烧纸钱 怎么也没想到父亲会以这样激烈的方式纵火同归于尽 前景还原这起纵火案 发现可能是杨新男子的复仇计划 原来109年他就已经把房子过户抵押债务 相约5年后买回 以租客的方式续住 但却欠缴租金 新屋主提告打官司 判决4月8号得还屋 杨新男子不满毁约 故意改成4月11号点交 好让他有时间设局 事先买好两桶汽油 还叫妻儿离家过夜 当天锁门纵火夺走三条人命 在火场中唯一幸存的灵性新屋主 因为脸部还有上下肢 都有两到三度的烧烫伤 目前还在荣总医院休养中 新屋主的姐姐和律师表姐 因为陪同点交而丧命 妈妈哭到伤心欲绝 原屋主纵火同归于尽 无法起诉 房子成了凶宅 损失的却是新屋主 加上原屋主已经离婚 儿女也成年 只要主动抛弃继承 就不用扛下父亲的申请债务 那这个时候被害人确实无法 向加害人的家属请求损害赔偿 在我国法 关于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 有相关犯罪补偿金的机制 相关的被害人 可以向台中地方检察署 去申请该等遗属的补偿金 被害新屋主目前求偿管道 就是申请犯罪补偿金 但死亡金额最高只有180万 重伤则是160万 但加害人的法律责任 随着她的死亡无法再追究 新闻蔡族林世新回中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